同学如果想取得LV5或者升级的话 建议可以选择别太大路的题目 例如有情 热闹过后我却感到失落 其实这篇就是DSE的泛文题目 我想同学最主要的位置就是却这个字 热闹和失落很明显是两个对比 很多成绩平平的同学都描写到的热闹和失落 但是却的转折位和最后价值观的升华做得不太好 首先第一段他描写了一个画面 有一件事做得很好的 就是他有比较多的视觉描写和听觉描写 然后第一段的最后他说原本以为很开心的一天 最后就是却难忘的失落 这个腹笔我觉得是挺好的 起码有人入圣 想看下去就是为什么最后会失落 然后第二段他继续去描写嘉莲华会 他说明显有小丑、小朋友、气球、炮谷味道等 那个画面仍然是很详细、很宽华的气氛 其实这个文笔我觉得是OK的 但是我觉得有点没什么重点 因为其实头一两段都是描写的画面很热闹 但是没有我预期的复笔的延续在里面 那么姑且看下去 他就说第三段原来我就是一个筹委会的主席 然后巡视完毕和汉能接贝 而他当时的动作就是他负责巡视 然后他就说时间好像百拘过区一去不返 那么其实有一点就是留下了一个伏笔在里面 因为其实我看完整篇文 他是想说时光一去不复返 很怀念以前的时候 疑似的换本 那么这个我也估计当它是一个小小的伏笔 但是它就没有一个适当的延伸下去了 文笔是OK的 他就说掌声如雷好像挑破了空气中的静日 惊醒了仍然属于影片的我 然后继续描写很热闹的气氛 我有十个印章去换大奖 小朋友很开心 然后有人黯然失色地离去 是不是有什么心愁呢 那好了 好像是另一个伏笔 姑且看下去 他有没有另一个相计的铺垫下去了 然后他就说 阳光缓缓退场 人群渐渐渐散去 例如这个是一个队友 然后他就说 噢 真是热闹过后了 有人问他可不可以留下拍照 然后拍完照 挥手道变 好了 其实我也不太明白 他想带出什么失落感 热闹有了 那么却在哪里呢 失落在哪里呢 好 看看最后 他就说 现在球场剩下很多热闹过后的礼物卷 然后气球虧气 不再在空中飘扬 那么这些呢 我当它是一个比较象征的意味 即是失落气的气球 好像是热闹过后 已经是圆了 这样 不再在空中飘扬 几张被围落的海报 和长颗 在地上飞舞 梁如风的孤直 这些孤单的背影 其实描写得挺好的 而且也突出到孤单的感觉 而且不是很直接这样写出来 只不过是描写 透过描写那些凌落的单张 或者是失落气球 去描写这个孤独感 其实是挺好的 然后继续 它就说 在球场上度步 逃出手机汉汉群组以前 炒鸟的对话 发觉需要洗涂令人怀念 我现在已经知道了 它是怀念童年 怀念仪式的晚伴 它就说 假如时光回到过去 开会中的笑童类 失败的驱动力 活动前的打气 这些欢呼 现在都结束了 或者只剩下凋零的余韵 这些 同样地 喽文筆是OK的 但是如果它所说的失落 就只是 坦白说 你每一场热闹过后 你都不会继续 不会继续 永恒的 你总有圆结的时候 但如果你圆结的时候 只不过是一个很正常的圆结 怀念以前的热闹 我就觉得感受比较肤浅 然后它说 举头看看明月 没有阳光 进入心中的暖色 想起苏姐姐说 人有悲欢离合 愿有阴情愿缺 简单来说 天下无不散之热直 也对的 热闹过后 这个失落 其实是比较预料得到 我就觉得 太过少了 这个发挥 因为我预估 如果你想说 就是年月过去得很快 你儿时温满不在 其实你可以加插一些 宜时的插序 譬如说 我当年和朋友 可能有一些无聊的事情 叫了交 然后现在就没有了这个朋友 如果你加这些插序 会比较好 如果你只是说 以前很热闹的片段 现在完了 现在都没有什么联络 这样我就觉得 好像内容欠缺一些的 事件 这样 最后 他说 人生如睡飘零 在曼子仙和春天 很多过客 朋友是过客的一种 又何必计较呢 有一段美好的回忆 共同经历 甜酸苦辣 就会黑骨铭身 OK 那 即是怎么说呢 如果你这一段插序 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话 所以 都是不厌其烦 这样说 我觉得如果你说 二纳过客 都失落了 如果你可以勾起一些 特别的回忆的话 相信整件事会更加好 因为如果现在是这样 就比较浪费了一些好的文笔 譬如说 青春留下落印 长传心里面 其实这个同学的文笔是OK的 但是 欠缺一个很深刻的事件 如果可以去加插一两段插序 就是说 譬如说 因为以前 年少无知 跟朋友有些误会 炒大祸 然后就可能 miss了一些很重要的回忆 或者很重要的友谊 这样 现在热闹过后 再想回 这个失落的情感 是会更加好的 这个失落 是一个整篇文章的key word 当然 却字也很重要 这个同学 我就觉得 未说是很带出到文章的 这个 即未是很扣题 是的 因为热闹有 但是失落 相对 是没有的 那我就是觉得 就是 achieve到一半的题目 那 但是因为这个同学的文笔 是 真的相当之好的 我觉得 所以我会给 Level3 to4 是的 因为他的文笔真的OK 但是内容和扣题方面 我就觉得有些少不足的地方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 就是 热闹过后 我却感到失落 其实 这个 情感的对比 你有描写的同时 你也要相应的事件 去带出 其实 这样才会合乎 这个文章的题目